欢迎收看参赞时光 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参赞时光 会客室是由公司新闻题中心PN 还有公民行动已经进入资料库 我们联合自播的网络视频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 来让大家了解 在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特别去关注的一些议题 前一阵子这个同婚的专法 这个在立法院通过 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新人 在这个专法通过之后的一个礼拜 我们看到他们其实非常开心的 到护证事务所去办的 这个所谓的结婚的登记 那当然很多人觉得说 就是台湾是亚洲第一个 这个同婚合法的国家 也是迈向一个很大的里程碑 但是其实在我自己的观察当中 我觉得这在法律制度上面 通过当然是很重要 可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在这个制度的背后 有很多的情绪 它其实是不断在缴沸的 在缴疼的 另外一部分 它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的问题 而是一个在于所谓的文化 或者是一个社会的价值 跟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一些 所谓挂号 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的这些问题 所以在最近这几天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 这个地方的议会 就开始出现很多的议员 就有一些让大家觉得 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些言语 因为他们可能是出于不了解 可能出于某种的恐惧 当然也有可能是某种在选票上面的压力 但是不管如何 有些议员就说 同性恋比这个野狗还要可怕 或者是这个 这个是不是要在学校里面 开一个所谓的同性恋的 这个专班 同志的专班 那当然对很多来讲 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 可是它的确反映出 某种社会里面存在的现象 跟某些的这个价值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高雄中正高中的专任辅导老师 同时也是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的监视 卓根宇卓老师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卓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在刚刚我们一开场的时候 提到有很多的地方议会的议员 会说这个同性恋比这个野狗还要可怕 或者是同志的这个要不要开个专班 当然一些比较支持同志的团体 会觉得这些说法是很不可思议的 可是其实在某种认知上面 也许对他们来讲可能还是一个很正常的发言 我不晓得你怎么去看待这样一个 可能是一个反扑或是某种文化的现象 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现实的反应 因为其实我们即便在学校推动性别平等教育 然后或者是说这么多年 推动这些性别的教育来讲 对学生来讲可能好像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但是对一般社会大众 他可能还是会对于性倾向 譬如说同性恋 他身边是不是有真的认识同志的朋友 或者是他怎么去看待同志的议题 他怎么样去接触到同志相关的讯息或报道 那其实负面的 或者是比较是道德评价的 或是污名的 其实多数 占多数 所以其实多数的人 或是一般社会大众 他可能会觉得有点恐怖 那个恐怖是在于 有点像 我常常开玩笑说 有点像自己少见多怪 因为你没有看过 没有跟他互动过 所以你会觉得有点想象恐惧 但是呢 是不是能够透过学习 或是透过一些思考去想说 那如果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我会不会觉得他是这样 或不是他给我的感受是不是如此 所以其实我觉得 很多的同婚之后 其实有这样的歧视的言论 不意外 但是我觉得这些歧视的言论 出现在所谓的议会的殿堂里面 我觉得就真的是不可思议 因为议会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代表的 是民意代表 那民意代表其实 除了反应民意之外 我就也要促进这个社会进步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 透过体制 婚姻平权的体制在改善 那我觉得是不是 一般的民意代表 也能够与时俱进 我觉得其实 希望可以有正向的改变 那第二个部分 是我觉得在同性恋专班 像这样的想象 就有点像种族隔离 对 过去在美国 或是以前的搭公车 在美国 的确 就是说黑人白人 然后用的饮水机 用的厕所 那这个其实 现在想一想很不可思议 不过还是有这样的言论出现 所以其实 把同性恋专班 同性恋改成 比如身性障碍者 或者是族群 黑人白人 或者是各种不同 肤色的人 我觉得那道理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们很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换成同性恋之后 其实那种平等的想象 就不见了 反而是一种 性道德或性身份的污名 其实这有时候换个位置想 就很容易理解 你刚刚讲说 把那个所谓的同性恋专班 我们换成省级好了 换成地区好了 例如说苗栗人 有一个专班 然后高雄有一个专班 然后大家应该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把我隔离出来 所以有时候其实是 没有那个换位思考的 这个这样一个 这个历程 或者是他可能没有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感受到 那个被隔离者的 那个在心理上面的一些 不安跟痛苦 或者是愤怒 不过这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跟所谓的性别平等教育 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 我记得我在我们班上里面 跟大学生讨论 那时候就刚好是公投之后 有些同学就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长辈 都不支持我们 就是你会发现 普遍的这个大学生 支持同婚的比例 跟这个所谓的 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 支持同婚的比例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 甚至是一个相反的状况 那我跟同学说 道理很简单 原因之一就是 我从小到大 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没有上过性别平等教育 我们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连国中的14章 就是所谓有关性教育 都不太教的 那你叫这些人 突然他想说 你要去谈性别平等 我觉得对这些年纪稍长的人 包括这些议员也是 这些议员年纪 大概也比我大一点 他可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的确 我觉得这个自然的反应 其实并不意外 但是我觉得透过一个 应该是说一个议员 他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今天我是一个 一般社会大众或私人的角色 或是我今天站在一个 议会的殿堂上 我站在这个议员的位置上 其实我有立法 我可能有一些公共政策的 这样的责任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角色位置 反映出来的责任 譬如说我今天是一个老师 我可能在课堂当中 我可以讲 分享到我自己个人的思考 或是个人的价值 但是我可能在面对 四五十个或三四十个学生的时候 我得要思考到 我今天面对的是 很多不同差异的人 那这些人的生活经验 跟我自己不一样的时候 我是不是能够用这样的方式 大而堂之的去说 就是一种需要被接受的观点 这也是我必须要有的 专业的伦理跟敏感度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教育很重要 但是那个教育的不足 还有世代之间的落差 譬如说我的学生们 的确我教书二十二年来 我几乎每一年都会问学生 譬如说你从小到大 哪时候接触到性教育 谁跟你谈 顶多一个班级对说三个学生 会说父母亲有跟他谈过性教育 但都是很消极的性教育 就是告诉我们男生的班级 男生的男同学说 我不要太早当阿公阿嬷 就没了 然后直接想到是做爱 对 或者是生小孩 或是那种性跟亲密关系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你就很少 会让他们去想像说 那家里从来也不会谈到性健康 然后也不会谈到性的困扰 也不会谈到性引发的 其他的一些自我发展 或者是他自己的概念 所以其实这就是学校教育 之所以重要的地方 我常常觉得学校教育 就是要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 但是如果今天透过家庭的 这样的一个家长的介入 我觉得是一件好的参与 但是如果家长的介入 是一个要限缩 要去限制 学校里面可以谈什么 不能谈什么 我觉得那就会有一点点 本末导致 刚刚你谈到说 议员不是只有在 所谓的表达民意 他甚至包括这个自定法律 也是议员必须要做的一些工作 当然我们会希望 那是一个进步的法律 可是实际上面真的有议员 开始要去吃低一些法律 跟条例了 就包括像台中 包括台北或者是高雄 有些议员 他开始觉得说 你们这样子搞实在是不行 为什么 因为这个会让所谓的性泛滥 或者谈这个同志教育 会让大家都变成同志 那所以他们开始要定一些 自治条例 现在有哪些的地区 已经开始着手做这种所谓 性别平等教育相关的自治条例了 其实各县市政府在 定令自治条例其实蛮多的 但是最近比较被关注的是 比如最早是台中市 性别平等教育的管理自治条例 那个管理自治条例 跟性别平等教育 本来他们的自治条例 是推动的自治条例 所以本来推动的自治条例 大概就跟中央的母法差不多 只是在地方上 有一个施行的法 但是他们现在要管理 自治条例当中其实有两个诉求 一个就开始要增加 家长参与性评教育课程审查 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名额 然后或者是性评教育委员会 这样的名额 不管是从直辖市县市政府 或者是校园里面 或者是甚至中央 那当然中央是有性评法 中央规定 那这个部分你就会发现说 他们希望增加家长的代表名额 那第二个部分是 他们想要直接介入 哪些是所谓的适当或不当 那适当跟不当的课程 以及他接下来如何监督审查机制 那我觉得适当跟不当 这是一个观点 就是说什么叫适当 什么叫不当 我觉得其实教学上 从来没有所谓适当跟不当 但是只有因材施教 也就是说我今天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会面临到性的议题 成长的课程 亲密关系的议题 交友人际 那这些都会遇到 但是有可能有些地方的孩子 或是有些资源比较多的孩子 或资源比较少的孩子 他可能面对的议题层次会不同 但是其实我觉得 需要给他这样的资源的 那样的一个正当性合法性 我觉得是够的 但是其实很多的家长 在此时此刻 他就会用自己的观点 或自己的焦虑或想法 会觉得说 我的孩子不需要这个 我的孩子需要这个 那这个就会是一个 我觉得有点各说各话 那中央 我觉得对于克刚 本来就有一定的中央的 省定的过程 那能不能谈 怎么谈 谈到多深 然后这个部分 其实是教师专业自主 所以在这个部分 就是一个争议 然后第二个审查 如何审查 然后那个审查到底要有谁 那审查的机制 如果已经有很好的配套措施 我倒觉得那无可或非 但是如果是一种 所谓的言论的审查 或者是说教学法的审查 我觉得这个会让很多老师 第一 教师专业自主被介入 第二个部分他很难 很难用心的去规划课程 因为他会觉得既然会被审查 既然会被检视 那我可教可不教 那最后消极的心态是 我都不要教是最好的 那我们会觉得 就会有寒蟬效应 我们觉得这是消极的心态 但是对某些家长的期待而言 他这是最好的 因为他就是希望学校 都不要谈性教育 不要谈性教育就不会有性的议题 不要谈同志的议题 就不会有同志的性倾向认同 蹦出来 但是其实我们就教学辅导的历程 这二十几年来 我在学校里面观察到了 就是说这孩子其实越多资源 他越能够自己找资源 支持自己 但是越少资源 他自我否定的机会就越高 所以这是一个在拉扯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家长的比例 家长比例到底多少才是好的 我倒觉得其实性贫法 在母法当中就有规范 性贫委员的临聘 其实重要的是性别平等意识 也就是说你对于性别平等概念 或性别平等教育法的理解 以及愿意一起来推动 但是其实很多的家长 他希望透过名额增加的时候 其实如果这些家长都是 理解性别平等教育法的精神 也认同一起来推动的时候 我倒觉得其实多少不是重点 但是其实家长现在强调 那个比例 不管是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其实多数会是在于 他们的立场 其实就某些家长委员 他们就直接跟我反映说 那个立场就是他永远没有办法成为 否决的多数 所以他会觉得说人需要增加 他才有机会去阻碍改变 但是我为什么要用阻碍改变 而不是说去支持一些政策 是因为我觉得多数在这个过程 参与过程当中 其实家长希望缘而增加 并不是协助 而是他在做反性贫的 这样的一个相关政策教育的介入 不过这会不会其实也是一个所谓的 对这些家长来讲 它会是一个所谓的多元的一种概念 就是说你对性贫有你的看法 我对性贫有我的看法 你在学校教的是一套 我们家里面不管从宗教 从传统从文化 我有自己的性别的观点 为什么我不能够去介入 或是我不能够去跟你做讨论呢 你们会不会变成是一个议言堂 我们把这些意见全部排除在外呢 这的确是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思考思辨 譬如说到底歧视的观点 是不是多元的声音之一 我们尝到多元这样的概念 其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都可以存在 就像我常常会跟学生做一个比喻 我们今天能够 我们今天能够投票 我们今天能够参与选举 是不是等同于民族 我今天可能在北韩我也可以投票 我今天可能在中国我也可以投票 但是投票之后 你能不能有一个民主机制的游戏规则 譬如说我今天如果有这样的游戏规则 其实在台湾很有趣嘛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例子 比如我们有选举 有罢免 的确也有人提罢免 然后经过了一个程序之后 罢免成功或罢免失败 那这个其实虽然耗费了一些资源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大家就是遵循这样的民主机制 那我觉得这个民主机制 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 也就是说你开始有了这个民主的概念 你才有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 那同样的我觉得在面对这些 面对这些所谓的家长 他们面对多元的声音 就是说我反对性评也是多元的声音 我反对什么议题也是多元的声音 我觉得我们要开始要去思考 如果今天我任何把多元的声音 无限上纲 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反教育 真正教育的议题或立场 应该是让学生面对各种不同的声音 开始去思辨 不过现在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 对他们来讲 我们在争取的是程序上面的民主 但是这个程序是在保护 所谓的多元的价值 这个其实是一个 有时候会变成是一个鬼打牆 或者是陷入到某种的交组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方法 有没有可能去解 或者是说在整个制度上面 他恐怕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不同于传统男生的气质 叶永志被同学霸凌 19年前4月20号被发现 伤众倒卧校内厕所伤众不治 叶永志离世19年 教育部长潘文中还在脸书粉砖贴文 努力不再让任何一位孩子 因为霸凌歧视而受伤 台中却又传出国三声 疑似不堪一再被同学攻击 性向问题的跳楼意外 对这些相关的案子 一定要更深入的去查处 那当然本于忽望忽众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也希望能够建立起校园 一个更友善的一个校园的环境 事实上2004年性别平等教育法实施后 各级学校每学期必须有四小时的性评课程 但学者指出学校落实情况不一 而且多半沦为粗浅的知识性传递 女人也可以当总统 一种很初步的去除挑战刻板印象 这当然也是内容 会不会进一步谈到 这个不同的性倾向 性别多元的光谱 这个就不一定了 性评教育部考这四小时教了什么 陈一谦说如果地方教育局不查核 有学校连表面功夫都不做 重点在于当学生以性向性别特征去取校 霸凌同学时老师们能做什么 只是听到同性恋 你问他同性恋是什么 他搞不好也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 我觉得反而是教育的时刻 可是那个教育时刻变成说 学校要有这个能力可以承接 学生在开玩笑的时候 抛出来的问题 陈一谦说教育和对话才能消除歧见 而去年公投案过关 性评教育多少受影响 但实施十多年来 性评意识提升了 必须继续下去减少汗事发生 记者小慧沈志明台北报导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卓庚宇老师 卓老师 长期关心性别平等教育 卓老师好 主持人好 刚刚我们有谈到说 其实什么叫多元 然后这个家长的意见也是一个多元 那的确 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难去讨论 可是如果回到一个政策上面来看 就政策其实政府是要负责任的 政府是要有担当的 从性别平等教育 它其实有它本身存在的一些价值 或者是它往 让这个国家的对于性别的看法 对于所谓的多元价值的看法 它是有一个方向性的 所以作为一个政府 它某种程度上面应该是有担当 然后要往那个方向去走 我不知道教育部在类似的 这些问题上面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教育部当然很重要 因为它 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教育部的立场很重要 我们从小的教育 不大教我们如何去辨识立场 那我觉得我自己在参与 教学实务工作 然后政策的倡议 这些过程当中 我越来越能够理解 我以前在批判教育学里面 学到的教育及政治 这个政治当然不是一个政党的政治 它可能是一个资源的分配 权力的议题 那所以我觉得教育部常常 这几年我觉得教育部 其实在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运作 或者是在政策上 其实的确我觉得有进步的地方 但是也有让我们觉得 有点失望的地方 譬如说在公投前 我们都很期待 教育部可以及早的出来宣示立场 因为宣示 性别平等教育法的母法的精神的立场 以及在校园里面 我们推动哪些性平教育的内涵 那这个其实是让社会大众更清楚 而不会让在各种社群软体的群组当中 传递了很多错误跟扭曲的讯息 那当然最后在教育部 在公投前的一周 终于做了懒人包 但是我们会希望更积极的 不是去 譬如说反对方就会说 教育部在教材里面 谈的哪些性的议题 谈的哪些同志的议题 谈的哪些 譬如说他们觉得不当的议题 但教育部的回复或懒人包上 制作常常会说 没有这些议题 没有这些议题 但是我的态度是 但其实是有的 有的确是有 我觉得有这些议题 本来就是课纲里面的 那但是这些议题 不是像他们扭曲的内容 这样子谈法 或是这样的无限延伸 所以其实我觉得 教育部的立场 应该是要 让更多社会大众去了解 这是一个社会教育的过程 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公投在前前后后 其实让我们反映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有七百多万 是反对票 我觉得七百多万 就是我们教育之所在 教育需求之所在 所以我们未来积极的希望 扑曲教育部在推动社教上 家庭教育上面 其实可以更落实性别平等 让更多家长跟社会大众 认识真正性别平等 其实是让 期待让每个孩子 都有尊严的成长 而不是谁被排除了 再回到我们这个条例本身来看 这个条例其实是从一个地方自治条例的概念出发 那这些提案的议员 其实也某种常常说是与法有据 包括所谓的儿哨相关的法律 或者是像教育基本法 或是国民教育法 里面都有提到 或多或少提到所谓的社会团体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家长 他应该可以去介入到整个教育的历程 也就是说他是与法有据的 可是这个与法有据可能会造成 一个是地方自治条例 跟中央法规的这个所谓的冲突 另外一个是这些所谓的 到底介入的 或是参与的那个所谓的奋计 或是原则到底在什么地方 然后这个法跟法之间 会不会有些冲突的矛盾的地方呢 我们最近有一个感触 就是我们常开玩笑的说 最需要性别平等教育的 除了学生家长之外还有议员们 也就是说在地方自治条例当中去审定 或者去讨论的 第一个一定是议会嘛 那议会里面的议员 怎么样了解性别平等教育法 这样的母法精神 其实老实说 他的确可以有自治条例的讨论 但是这个自治条例如何 譬如说推展 或者是推展的过程内容当中 是不是抵触了中央的母法 那中央的母法当然 就性别平等教育来讲 就是性别平等教育法 那性别平等教育法里面 其实跟地方自治条例上 我觉得开始去讨论的最大冲突是在于 第一个它要去影响 性别平等教育课程的内容 内容是不是会被限缩 然后这个限缩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会影响到学生的权益 就受教权 学校教育的主体 那这教育的主体多数是学生 但是其实站出来有意见 或者是参与反对的多数是 成人或老师 或者是家长 或者是一些团体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自治条例的讨论跟争议当中 我们凸显的一个重要性 譬如说学生主体 它的发生的权利 并不在这个条例 对 如果学生的主体发生的条例 在这个条例当中 我觉得很好 譬如说像 我记得台中市当时在讨论草案的时候 他们其实把 儿少权益保障法 相关的条例引用进来 希望儿少有发生权 但是你知道那个条例的内容上 只有儿少专家跟家长团体 或民间团体 但是他并没有谈到儿少本身 但其实儿少权益保障法的 第41条里面 其实是有特别强调 尤其是儿少本身的发生权 所以如果他在修改 或是讨论这个自治条例的时候 其实可以落实儿少主体 发生的权益 我们绝对乐观其成 因为其实在很多年前 我们在高中市的 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里面 其实就有讨论过 我们到底要不要聘请很多 不同层级的学校的学生代表进来 因为至少学生代表 他可以很真实的提出 他们的受教的环境 情境或需求 而不是透过我们这些 透过教学者或者是家长 或者是学者专家的 不同的角度的观看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个好事 像现在的国民 12年国教的课纲里面 讨论当中 其实也有学生代表在里面 对 所以这就是落实了 这样的一个法的精神 如果在自治条例讨论当中 他反而把儿少主体删除 把儿少的家长 或者是相关的专家学者放进去 我觉得反而有点本末倒置 我们也许说直接来看台中市的 这个自治条例的草案版本 因为他现在在议会的网站上面 让大家能够去表达意见 那刚刚有提到这个条例本身的 这个条文的名称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趣 台中市性别平等教育管理 自治条例草案 那它是一个性别平等教育管理的 这个概念 那里面有几个比较有 可能会有一些正义的一些条文 例如说刚刚有谈到第二条 就是看到了儿少团体 但是没有看到儿少的主体 那第三条就是台中市教育局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 或者高中以下各级学校 成立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者 该委员会的成员 需要有家长的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 OK 那第四条提到说 台中市高中以下各级学校 有关性别平等教育的 刚刚是委员会 再来是教材 或是所谓性别推动的各项的活动 它必须要经过 各学校的性别平等委员的审查通货 它才能够实施 也就是必须要经过 那个所谓的委员会 你有办活动经过那个委员会 通过它才可以实施 再来是第五条说 各校 各学校依前条 性别平等委员会通过决议后 如果这个学校 如该校的家长或老师 有异议者 可以向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去申诉 那前项申诉期间 已经通过的决议 不得不停止执行 从你自己本身 也是一个现场的老师 那这些条文如果通过 对于你们在教育上面的影响会是什么 我觉得白花一点叫绑手绑脚 其实应该是说像第四点 我就觉得它是合理 因为其实在学校里面我们年度都会有性别平等教育的年度计划 那年度计划其实都会送交学校性别平等教育的人会讨论 那多处讨论之后 备案审查通过 然后上面就会注明说 几月几号会议通过 所以实施计划有一个依据 这个是它的法定流程 那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到第五点 如果对于它有 譬如说觉得不适合 然后我跟教育局申诉 那申诉之后呢 其实总会有一个处理的机制 那以及怎么去审核这个教材适不适合 我的教学的情境脉络 是不是能够充分的被了解 那会觉得不适合的 到底是学习的主体 还是学习主体以外的人 包含家长 那今天如果家长只是听到说 如果我举个例子 家长只是听到说 孩子回来跟我分享 课堂当中老师谈了 同性恋平权的议题 他觉得很好很新鲜 母亲听了之后 但是他又觉得不好 对他怎么可以谈同性恋呢 那这个前后的脉络是去掉的 所以完整的状况 其实还没有清楚之前 或者是家长如果因此而贸然的 用一种我要申诉 怎么可以让孩子在学校 或是课堂当中学习同性恋议题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其实就会有很多 衍生出相对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相对也是困扰 对 那就一个学校老师来讲 如果他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更何况性别平等教育 从来都没有一门课 它其实是一个融入式的教学 融入式的教学 其实就是议题融入 也就是说老师如果这样的性别意识 他其实愿意融入 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但是老实说还有很多老师 他其实抱持比较消极的态度 我不教是最安全的 我不教是最省事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其实就会有一个寒蝉效应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老师 他就会想像的是 我不用谈性别平等教育 我不要谈太多性教育的议题 更不用谈同志平权的议题 因为这些议题都会引来争议 那引来争议之后 我只会被检视 所以他其实就会产生一个效果 我觉得学校总是会有这种 沉默的螺旋 然后就开始大家就尽量不谈 其实你现在的这种 所谓刚才要融入的教育方式 其实老师们其实有相当大的自主性 我记得我其实也会有机会到一些 所谓性别辅导团去做一些分享 那其实也不见得 所谓性别辅导团里面老师 都会对于我谈的问题 他是有同意的 甚至他也会有提出不同的意见跟看法 然后他甚至也会表明说 这些观念我在课堂上面 也不会去融入不会去教 那也就是说 他其实已经有很强的自主性 不是家长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对吗 的确 其实老实说我在学校 譬如国中国小这样跑 然后分享一些性别平等教育 融入教学的议题演讲 我觉得如果有30%的老师 愿意把性别平等教育的议题 融入进自己的学科教学 我就已经觉得很好了 30% 其实性贫法推动到现在 已经快15年了 这15年当中其实 最安全的融入的议题 就是性骚扰防治 所以你到各个学校去看 10个性别平等教育的相关议题当中 大概有9个都是性骚扰防治 拒绝性骚扰 那有几个会谈到 譬如说 有媒体中的性别平等 对 就大概就是我去分享的主题 或者是说家务劳动当中性别科版 这还是比较safe的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是身体自主权 身体自主权还不一定会谈到身体自主权 只有一个很消极的性骚扰防治 或避免要性骚扰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 情感教育的部分就更少了 为什么 因为国中很多的校园里面 几乎是under table的 不希望学生谈恋爱 所以情感的议题是会被惩罚的 而不是会被讨论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氛围很有趣 就是说那更何况 性教育跟同志的相关的议题 就更少 少之又少 所以其实家长的过分担心 我也觉得反映了一点就是说 第一 他到底接触到学校里面 谈性别平等教育的议题有多少 然后第二部分是 他谈的实质内容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老师的教师专业自主 这个时候老实说 我会跟很多的老师分享 就是说我们的教师专业自主 这个时候就要展现出来 第一个 你会去谈这样的议题 你一定是有经过评估 经过观察 经过觉得班上有这样的需求 然后我的语言课 我的健体课 我的数学课 我的综合活动课 我可能有这个机会或社会课 我开始要去把这样的议题带进来 那我觉得其实任何学习 应该是让学生有更宽广的思考的机会 而不是一种 好像我教了他什么 他就会做什么 那如果这样我们常开玩笑说 如果老师都是自由生 教出来的孩子 应该都是自由生 但实际上他其实是多元的 不过从你刚刚的这个说明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所以性别平等教育 不是只有等同于统治教育 或性解放教育 刚刚零零种种都讲了一大堆 包括性骚扰的防治 包括对于爱情情感的这些 所谓的认识等等 都算是整体 然后背后更大是个 所谓多元尊重的这些所谓的 基本价值 所以我觉得家长其实是不用这么的担心 不过回到家长部分 我们看到一开始谈的议员的本身 其实是可能跟我们一样 小时候没有受过性别平等教育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其实最需要受到性别平等教育 可能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 作为老师 你要怎么样教我们 或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 再去重新的认识性别平等 最后一个问题去教 我觉得性别平等的确是 无处不性别 譬如说刚刚提到 我有学生他的父母亲是新移民 可能来自于越南 来自于印尼 然后有一次我们在谈 男性移民的议题的时候 他说老师原来这个也是性别的议题 我说是啊跨国的婚姻 然后怎么样去看到 那个不同的文化 所以性别平等教育 真正的精神其实是希望 让每个人面对差异 然后可以拥抱差异 而且也是尊重别人的差异 那拥抱自己 我觉得每个人可以拥抱自己 才能拥抱这个世界 所以我觉得性别平等教育 我常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公民教育 对 因为如果他有这样的对于差异 不会觉得别人很奇怪 而因此的差别待遇 那我觉得你就开始会去慢慢的 透过日常生活当中的互动 然后觉得合理不合理 你会判断 然后你会开始有行动 然后就开始有改变 的确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太局限于对性别平等教育的认识 或者是太污名化 对性别平等教育认识 即使不谈同志 当然同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 因为刚刚谈到的差异 或是一种对不同的人的 这种所谓的认识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 这个公民社会里面 必须要有的一些基本的价值 所以我想可能必须要更放开的 去看待这一些 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 有谈过好几次性别平等教育 有一个观点 我其实非常认同 就是当一个国家里头 重视性别平等教育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歧视的问题 它相对之下 就会减少很多 这其实都有一些科学的研究的数据的解释 好 今天非常谢谢卓老师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来跟卓老师讨论相关的问题 谢谢 谢谢 天空的眼泪 吸过了世界 爱来不及发现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